咱们来介绍了一下 就是里边的这个package 这个部分的一个配置 OK 这是package这一块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呢 咱们就给它算成是action的相关的配置吧 其中package是它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里边是不是还有个action的标签啊 在它内部 对不对 它的一个相关的配置 那么在action里面 这个action的标签 主要就是用来配置那个action 对吧 这个标签呢 主要是用来配置我们action的类 OK 然后它里边有哪些常用的属性呢 对吧 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来使用的时候 咱们主要用了谁啊 name和class 对不对 当然它里边还有像什么 messor的和converter 对不对 那好了 我们现在到这儿来看一下它里边的这几个属性啊 一个呢 是name属性啊 还有一个是class属性 还有一个是messor的属性 以及一个converter converter属性 那么这里边的name属性 是干啥的 它是不是与我们的name space 来共同决定谁啊 决定我们的访问路径 对不对 它跟那个name space 一起来决定访问路径 那么class呢 看啥呀 是我们那个action 类的一个全路径 对吧 就是你具体哪个类在包的一个路径 那么messor的是啥呀 是要执行action中的哪个方法 的方法名称 那么它其实有一个默认值 是谁啊 excuse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你看我们写action的时候 对不对 里边是不告诉你们 要提供一个方法名 必须得叫excuse呀 因为我们那边的配置 这叫默认的是excuse 当然你说我不叫excuse 行不行呢 可以 那你就可以到这 比如说我写个sale 那它就会一访问这个hello 执行这个类里边的sale方法 sale方法 那你就可以到这边 比如说你写一个sale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方法名给它变成sale 就行了 它就会执行这个方法 OK 这个messor的是干这个事用的 一会儿会给你去演示 当然这如果不写的话 它的默认值就是excuse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converter converter干啥的呀 这个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它是用来自定义一个类型转换器的 你可以把那个类型转换啊 放在这里面 放在这里面 但是呢 我们在sale方法当中 类型转换的工作 一般它的底层 给我们提供的那些类型转换器 就已经够用了 这里边呢 是用于什么 去设置一些类型转换器 但是sale方法内部提供的那些类型转换器 其实我们就已经够用 那你像原来那个butus 它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基本 把那些字符串转成基本数据类型 对不对 转成这些都可以啊 但sale方法除了把那些能转之外 它还可以把像什么日期啊 这些都可以给转了 都可以给转了 那么一般的类型在sr2这都没问题 一般的都没问题 除非是你说 我想要个日期是写杠的 因为它sr2里面默认的日期格式是横杠 就比如说2017杠 对吧 横杠啊 零几零几 这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写斜线 斜线的话 这个sr2里面默认是转换不了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自定义类型转换器 否则基本上是用不上的啊 它里面基本上都已经能够进行转换了 所以说这个属性你了解一下就行 但这三个属性是必须得会的啊 然后像这里边的这俩属性你得会 对吧 这是关于我们action的这个标签的配置 当然它里边是不是还有谁啊 result 对不对 这result咱们后边会单独拿出来去说的 因为它里边除了有name 还有一个结果类型啊 而且除了这种局部的页面的配置 我们还可以配全局的 这个咱们后边会单独的把它拿出来再说的啊 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们这边返回了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就可以根据这个字符串进行页面跳转了啊 就可以了